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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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年来又是一位画家 最后一位是Tina 前Tina她是北大85级中文系的 Tina是现在住在悉尼 我们到一会儿当每个嘉宾发言的之前 我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我个人我也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孔书裕 我是中文系84级文学专业的 我现在是在悉尼 你们可以看到 悉尼今天特别热 这已经应该说进入秋天了 可是这大概是Indian summer 最后的几天特别热 35度 我在这里就像烤楼 然后我看到 印白师兄穿着这个羽绒服 我们这个天下不是共此良热 但是我平时是在温哥华 我是在温哥华的一所大学 Songland Fraser University的人文学系的教授 我这学期是到悉尼大学做访问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在悉尼 我们以前呢 就是也可能和很多朋友 今天你们来的 这些听众中的很多朋友 我们都也许都见过 或者是互相听说过 然后今天呢 我就一开始呢 我先来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 等于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题目 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一个系列 这个究竟我们是在说什么 创造我们是指什么呢 疗愈又是疗愈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作为主持人 按理说我仅仅是穿船厂 给他们给我们的主要嘉宾 来帮他们穿船厂介绍一下 但是我想呢 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呢 我先开头先破个题 来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系列的这个缘由 和几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吧 等于是 大家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 是这样 因为可能今天来的朋友嘛 我想应该都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的 起码都是应该是成年人 所以我们要说起来 比如我在海报上 你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提到了创伤 还有挫折 生活中的困难 还有呢就是疑情啊 还有焦虑 这个抑郁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说到疗愈啊 那这些身心健康 那这些词呢 大家其实应该说也不能 不很陌生了 我也不想特别的把它 做像学术研究那样给它做 在这里讲特别细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来 其实是非常想知道 这些东西跟我们个人有什么相关的 就是和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经验 和我们个人经验有什么相关 所以呢我想呢 我们可能从更多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例子来 来讨论 那我也准备了一个简 非常简单的一个PPT吧 等于是非常简单一个PPT 这里呢 就等于是做一个开场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 我说的这个圆桌系列讲座 圆桌系列 大家能看到吗 你们能看到这个PPT吗 就是 没呢 应该可以 你还没share 没有 还没share吗 哦哦好 好我来share 你提醒大家一下用手机的 最好把手机横过来看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一件事和一句话 这个前几天大家可能有的都看到了这个故事哈 然后这个一个是一个真实故事 我在社会底层写诗 而且这个诗 现在已经阶级了 那我觉得这几句话特别让我 就是说能够 让我共鸣同时呢 也是 让我想到和我们这个 这个主题 我们这个讨论相关的 这个说 他说这个是一个 送卖外的人 你写诗做什么 然后说 包括这个作者自己 他说他觉得也很难说清楚这个 但是他觉得 他直觉的觉得 就是说这件事非常重要 他会讲写下的那个 那个 诗句呢 称为他 而这个他呢 是把自己 从艰辛劳苦的命运中打捞起来的人 这个引号是他这个人说的 这个王继兵他讲 诗是支撑我的人 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 是唯一能给我内心深处带来快乐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打断我 虽然我们的每个人可能 我们的生活的具体的情境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对于诗 或者和诗相同的艺术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的这种 在国外叫recreation的活动 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创造的 文体创造活动 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都是可能 在我们的可能明显的意识中 没有意识到 但实际上在某种浅诚的意识上 我们都是有这种渴望 或者是有一种需要 这个就是写诗 或者是作画 或者是唱歌 或者是跳舞 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 那这些东西呢 我认为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有的时候 其实就自己去自动去做了 你内心的一种需要 你去寻找 你做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来讨论的话 来跟我们 就像今天来 我们来讨论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 就是说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我们每个具体的个人的这个生活 不同的阶段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 挫折困难 有的时候更大一些的可能是一种 心灵上的那种创伤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的缓解它 怎么样的通过表达来缓解释放 和最终如果要想达到一种疗愈 从这里面升起站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我们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不同的做法 那在我看来呢 我们当然知道 就最近这些年呢 有很多大家已经慢慢开始关注 这个心理就心理健康问题 尤其是和焦虑啊抑郁症相关的 这些心理健康的问题了 但很多人呢 他们讨论的时候呢 就从一些病理的 还有这个心理这个治疗的这个角度 而且很多人实际上是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 已经比如因为这个心理健康 已经达到了一个一个临界点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已经不能够 不能够正常的来生活 来享受生活的时候 他们在谈论这个心理健康问题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我今天我们想讲的是 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和健康问题 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每个生活中每个阶段中 都都在和我们病存和我们 我们要面临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疗愈呢 也不是说你到了病 病入高峰 病得很厉害了 不能够 properly function 就没有办法去 去很好的工作生活的时候 你才要才意识到才去才去治疗 才去治疗 而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 适当的加入一些我们说不同的手段 就像比如艺术创造的到自然中 然后也有还有很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到自然中 还有就意识到我们的身体 通过身体的一些实践锻炼 来有意识的自我调整自我调节进行疗愈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并不把 一定要把我们平时这些情绪 一定要到非常严重的 是变成了个病了 然后才才能进行 而我们说的这个艺术创造呢 也不是说只有那个艺术家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那些画 能够展览能够出色那些才是艺术 而这个创造这个东西呢 也是我们每一天的实际上每一天的实践 其实这个是我今天就是说我希望能够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这几个 几个词几个关键词 那我自己呢实际上我想用一个 我的一个例子吧 今天我可能要多说一点 就是说我也等于是等于第一个发言吧 可以这样把炮砖引玉把大家都带起来 因为大家可能是 头一次就在这样的场合来接触 我说这个话题 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先多说一点 我先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 这个关于艺术 艺术创造来治疗 来疗愈的这么一个 这个话题 我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在大概六七年前 我在台湾 台湾的政大学做法文学者的时候 我在台湾住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那呢就是一个偶然机会吧 同位有朋友认识的一位艺术家 一位艺术家 飘木艺术家 就是在那个Floating Wood 就是那种飘在海里面 飘流的那种木头 他有的时候就飘到岸边嘛 其实就是一些废弃的木头 废弃的木材这样的 都有的基本上都不成样子的 就基本上我们说是无用 没有用的什么那些材料 等于是像垃圾似的 有在海边住的人可能见过很多的 我遇到了一位这个飘木艺术家 他叫杨素森 这个人呢就是说他 他给我看了一些他的作品 我到他的家里也看到 这个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当年这个翻蓝衣服的 他是他就是那位艺术家 这是在他家里 这个当时是我和我先生儿子一起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这些都是他的作品 当初我看到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就非常震动震惊吧 就是这样 一个呢就是说 我是原来没有看到过 飘木艺术的就是用在 在这个废弃的木头上来 来做画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些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 意象这些造型啊 这些造型啊 都是其实有一种非常悲哀的那种 给我当时的这种感觉 很多都是就是女性的 当然有的也不一定就是女性 看上去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就跟他的朋友 也跟他的亲人 还有他自己就慢慢的就我们变成朋友了 因为我对他这个非常感兴趣 因为其实原来也是因为 通过他弟弟认识的 就是我就慢慢了解他这个 他的这些艺术是怎么一回事儿 然后这个人呢他是金门人 就是他等于是50年代 50年代后期的这个57年 这么样的时候的出生的人 那他的那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啊 就他上年的时代 60年代的时候 当时那个金门炮战嘛 你知道都是一三五二四六的那种 就是不想打炮这种 那其实这孩子呢 他和他弟弟都是在这种 战争的这种背景下长大的 而且呢那个 他们当时可能也就是习惯了 因为整天打炮 大家也就把这个习惯了 反正一打炮就跑到那防空洞去 然后呢在那里面做作业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是他们 生活经验的一个部分 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对他的身心造成的那种影响 肯定是小孩一开始也是比较恐惧 而且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儿 但是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但是到了他20多岁 其实是到了他 他后来也就正常的又到陆地 就是台湾的那个 台湾去上学 上学之后 他就学了机械吧 然后在机场工作什么的 后来呢到了 97年左右 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30多岁 快40了 但那时候已经成家 也有孩子 而且是也有一份还算是不错的工作了 可是 就在那一段时间他慢慢发现 他忽然就是 开始幻听 然后最开始可能睡不着觉 然后幻听 然后有很多就是说心理上的那种恐惧 这老是觉得有人在跟踪他 跟踪他 所以呢他后来就被诊断成 就是精神分裂 这个事情呢 当时就发展的非常严重 他自己几乎是 就没有 就没有办法 他四处找人 他告诉我 他说还要去找李敖 也找不着李敖 那不当时也很有名的 那个青年领袖 什么那种的 还要去见那些大师 那个福耀大师 但是好像都也都没有办法 最后非常严重到什么呢 他得住院 他在那个淡江 就是台北郊区的那个淡江住院 在那儿的一个医院住院 在那个医院住院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因为淡江离着水边 你们知道可能非常近的 他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经常到水边去散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些废弃的这个漂墓 然后他就说 我立刻就和这个漂墓有一种 这种认同感 就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废人了 你知道 我是一个废人 我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我也从这些木头身上呢 我也觉得我和他们一样 他们和我一样 然后正好呢 这个树森他个人呢 他小的时候 他是很喜欢画画的 他的自己就像我们有很多人 你知道小的时候 可能都有不同的爱好啊 当时自己瞎玩 然后但是以后就慢慢都放弃了 他就说 在这个时候呢 反正我什么也不能做了 我就是把这些木头带回来之后呢 我看他的形状什么的 他也是 我不知道甚至什么启发 他自己呢就开始在上面画画 这个就是他这个漂墓艺术的 他的来历 他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在这个同时呢 但是同时他也是 因为他去的那个医院呢 是个基督教的医院 是当年神父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医院 所以呢 他也和就是当时的一些义工啊 帮助他的义工啊 在他们的帮助下 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这基本上是通过这两条途径 一个就是一个信仰啊 成为基督教徒 另外一个就是 呃 他的这个艺术表达 他就是非常专注 就几乎在用了很多时间 因为这个漂墓呢 你还不能随便就直接在上面画 你需要做很多大打磨的这些准备啊 什么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 他的很多精力就专注到这个艺术创造上面 所以呢 呃 我见到他的时候 那个是2016年左右了 这个实际上都已经差不多有 嗯 十多年的时间了啊 他基本上已经恢复的很好了 他基本上已经恢复很好哈 就是呃 做了很多的展览 呃 而且呢 他和当地的那个 就台湾的一些企业啊 合作 把他的这些画 他的这些艺术品 呃 放到一些加呃 什么装饰品 啊 就一些板啊 还有一些呃 砖啊 瓷砖上面的 我当时见到他有一次 其实就和他一起去一个鸡鸭企业来 所以他基本上又恢复了 而且呢 他在最惨的时候 他基本上妻离子善 就是就是变成一个人 他都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帮助 就就完全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况 但现在呢 后来呢 我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个人恢复的非常好 而且呢 他也通过这个在医院的一些朋友 他们一起呢 就是他也慢慢认识了另外一位 呃 一般的一位女性也其实是一个义工 他们都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关系哈 这个呃 这个是我要说的 就是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到 所谓的这个艺术治疗这个概念 就是art therapy 呃 这个因为树生的这种情况呢 当时在台湾的一个大学里的一个硕士生 写了一篇论文 就是讲这个以他为例来讲艺术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艺术治疗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呃 非常打动我 也和我呃 呃有共鸣的这么一个呃 呃一个事情 呃 因为我个人呢 是作为一个等于是人文学 人文学的教授哈 我在大学里做 我平时呢 更多的是从理论上来讲课 来写东西研究 但是我很少去想到艺术和我们真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包括和我个人的生活 它有什么直接的相关 那其实我也是在那个阶段 那个阶段基本上也是等于我们女性吧 40多岁也开始了生命的一个新的阶段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的是这种更年期 也慢慢就是前更年期 这个开始到来 你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已逝 然后衰老这个年龄 这是不可避免的到到来了 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新的生命阶段 而且对你来说很可能是一个 你感觉到是一个是不是下坡路 现在难说哈 但是当时是觉得是一个开始呃 衰退或者是开始凋零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我我其实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在 都面临相同的 嗯相同的问题 那我呢就是在这个阶段也开始了自己学习 就是画画然后参加舞蹈班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些其实是很多人的 共同的经历 这个时候也发现了很多其他的同学 就包括我们八四级的哈 很多女生可能都知道的这个跳舞啊 或者是做词自己来那个讨词啊 学习一字讨词 还有很多人就画画啊 这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共同的一个经验 那就是因为这些呢 就出使我来在想哈 这个艺术不只是艺术家们的 我们平时看到的就是放在单独放在一个地方 那些在展厅在博物馆或者在教室里面的 而是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也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创造的潜能 而这种创造的过程中实际上很可能帮助我们 来调整我们的表达我们自己 调整我们的一些情绪 一些比较消极的或者是不太好的 这种对我们个人身心可能有毒的一些情绪 这个是我就是今天想要 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就也是我们这三位嘉宾 今天他们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 来和大家讨论的 当然呢我 你们可能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就 问那你这个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我想呢这些概念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去找 我这个简单的把这有几个 有几个这个PPT的这个 可以给你看一下哈 在国外所说的艺术治疗呢 是一种治疗形式 利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创作过程 来帮助个人来改善情感 心理和身体的健康 艺术治疗师 有的经常有的时候如果真正式的这种艺术治疗呢 有艺术治疗师与个人与团体 或者家庭合作来探索他们的情感 发展自我意识管理压力 并改善人际关系 创作艺术本身这个过程呢 是可以治疗性有治疗性的 治疗师也可以利用产生的艺术作品 来作为讨论和反思的工具 这个其实在国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等于一个事情一个学科 大家在来做的一个件事哈 如果有人愿意了解呢哈 这些也出了很多书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我想对具体的对我们 嗯一般的人可能就是想要有这么大 因为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哈 想到包括我们在就在我现在不在澳洲吗 澳洲有一个非常有有名的一个系列 一个电视节目就叫Space 22哈 其实他就讲了七个日普通人 他们是怎么样来通过通过艺术哈 来来帮助他们发现 来帮助他们来去反省他们的个人那些 平时看不到的一些创伤的 那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一个系列哈 一个系列如果是你们是在澳洲的话 可能很容易找到这个节目的哈 嗯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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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和他一起认识的孩子 洛冰 洛冰呢 其实我是 也等于是专身同级 我是通过这次活动才认识的洛冰 还谢谢 还谢谢 坤里范 给我们介绍 介绍洛冰来参加这次活动 洛冰的 他今天 他今天讲什么 说实在的我都不太清楚 所有跟他沟通 但是他的才能太多了 他才能太多了 我就是对他的了解 也是就最近 他给我看了一下他的回忆录 叫年代 The Years 我才了解了一些他 他个人 他个人的一些 这些年的一些生活 还有一些想法 大家知道他可能是因为他 因为当年写一些歌词 非常有名的 对吗 然后他自己后来又有 差不多有好几年的时间 来到不同的地方 就是唱歌 但是他 我记得就是我们2018年聚会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 那个前后 他有一个非常 就是说我们非常吃惊的发现 骆冰摇顺一变 变成了画家 他那很多钢笔画 特别精彩 我当时就不相信 他怎么就是那么非常短的时间 他真是摇顺一变的那种感觉 变成了画家 然后他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他身后的就是 也很多都是一些艺术作品 昨天我因为我跟他连线 跟他那个什么的时候 我就我们还看了 我还看到他几幅最近的一画 我对他的 就是说我想问他的一个问题 也可以说就我 骆冰我想把你拉出来 给我们大家讲 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实际上你通过写歌词 唱歌这方面流行音乐 这个你已经功成名就 可以是这样说对不对 然后也是很有名 然后也可以成为你的谋生手段了 但是你看这几年 你又非常投入的进入了这个 这个广化这些 这个另外一个创造的这个领域 而且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事 包括给两本书做插图 对吧 是那个纪布伦的诗集 还有一个是谁的 是惠特曼的还是谁的 泰格尔 泰格尔的 对 惠特曼是硬白师兄的 对泰格尔的诗集 都是非常棒的那个 是和那个硬白师兄的书一起出的 是是是 对你们都同一个出版社的 然后我知道你这个年代 你就写这个回忆录也是 其实真正打动我的 是你那个回忆录的 每一年的那幅画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表达的比你那个文字 表达的还要好 他能把文字没有说清的东西 都涵盖在里面 那些情感的 尤其情感的东西 所以呢 我想问你的是 就是说在我看来 你这个画画好像是一个 真是出于你自己的喜爱 你的一种需要 而这种需要呢 又不完全是 不是几乎可以说 不是一种实际上 比如为了卖钱 或者为了去谋生的那种需要了 当然也许是 我不知道一会听你说 但是我的感觉好像 这是你另外的一种 创作才能的那种表达表现 那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 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是怎么 你忽然发现 你非得要画画 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 灵性音乐家身上 忽然发现了这种需要 这种创造的需要 现在我们来请洛宾来给我们讲 好吧 你们每个人大概有20分钟 我自己可能都超时了 你们每个人有20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20分钟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洛宾来跟我们讲 好 嗯大家好 很感谢这个奎妮 然后感谢这个书彧 然后见到这个鹰白师兄 见到这些校友 包括这旁边在听的这个欧勇 他下午还要到我们家来玩 都挺熟的大家 刚才这个书彧提到 就是说我怎么开始画画了 画画是这样 就是原先我大概在 从北大退学出来以后 我就在各个什么工厂啊 什么公司啊 什么那个乡间啊 那个三四线四五线城市流浪 然后呢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就是当初 呃因为呃退学的这个原因 所结识的一个朋友 他介绍我认识了这个北京的呃 流行音乐圈的一个一个属于大哥吧 然后当时大哥正正在给这个 纳英的做专辑 然后我就拿着我东西去去 然后他一看他说 这个跟那个圈里的人写的不一样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你的柔情 永远不懂和梦里水香 就这两个 所以出来以后大家就接受了我 然后就走上了这个流行音乐的这条路 走上流行音乐这条路 就是呃 从19年开始干了呢 18年已经十多年了 26年27年27年这样 我只是呃 要在幕后给别人写 制作人这个呃 进来了 好了 那好 现在挺清楚 哎现在挺清楚 我就说啊 就说我从那个91年开始 一直在就是幕后呃 做音乐 然后到12年的时候 11年12年的时候 呃别人就邀请我去做一个 就上台去演出 上台去演出 当时也是非常的紧张吧 因为那个时候 虽然在北大的 在学校的时候 是包括以前在小学中学的时候 都是台上的文艺积极分子 但是到了这个呃 社会上的时候 就是你当你面对这个呃 呃 外外部的世界 当你出了圈之后 这样的一种呃 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上台 我记得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我在台上那个 刚刚演出刚刚开始的时候 说啊 那个谁上去唱 我就抱着琴就上去 背后是乐队 是在四川的滕都旁边的平乐古镇 我一上去之后 我就只觉得我的两个膝盖是一直在抖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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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抖 我完全就是就是按耐不下来 但是当我唱出了这个梦里水箱的第一句啊 春天的黄昏陪我到梦里的水箱 我就看见台下的人就感觉眼睛一亮 然后他们就开始跳舞 哎我一下就那种感觉吧 觉得好像贯通了 我一下子就觉得我找到了一种新的 自我表达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呃 间接的表达 就是我写出东西来 由歌手去唱 然后我从那中间得到某种上舱 给我的反馈力量 这些东西哈 一种能量这种东西 呃 我从那个 从那个阶段进入到了 我直接上台去 我一嗓子喊出来 就是能就能感觉到那种力量的 这样一个一个界面 就是一个一个位面 一个层次 我就从此开始就开始 就像书彧刚才说到处去演出啊 演出有机场还跟硬白师兄碰上 然后一起玩 就是我把这个演出命名为银游 然后在这个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营游的过程中 他带给我很多快乐 带给我很多快乐 然后他能够让我忘却现实中的很多东西 就就像当年我在北大 我用写诗 我用唱歌 在草坪上唱歌 用去参加北京的呃 北大之外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 然后来呃填补 我觉得就是在呃 我的系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我就是在我的学业中 我呃逃避的或者是呃 就是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回到了好像那个年代的这种感受一样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 因为17年我出了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叫做营游天外 当时还跟书彧讨论过啊 就是这个营游天外呢 就是有一有一位巴尔级的国政系的师兄 给我翻译成呃 他把这个营游天外翻译成一句英语 然后这个英语再翻译成中文叫做 把我的幽暗吟唱成一条银河 我觉得这个很符合我的心境 然后也比较符合跟书彧聊过哈 也很符合现在的今天这一次讲座的这种内容 把我的幽暗吟唱成一条银河 让他在天空中意义发亮 就是我出了这第一张个人专辑营游天外之后 我就开始全国巡演 大概演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演了九十几场了吧 那么在18年的时候演到三四十场的时候 就是到了杭州 杭州有一家特别就是火爆的那种life house 就是那种现场的 大家是站着蹦的那种那种演出场地 life house它叫酒球会 为什么叫酒球会呢就是他又能就是喝酒又能打台球 但是呢他那个演出场地的音响和他的这个传统 他的名气和他的这个在杭州文艺青年中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 我跟酒球会的老板联系好就去了去了 然后跟乐队排练了就是准备演 那么在演的第一天头天晚上 我就在那碰上了唐朝乐队的那个吉他手叫陈磊 当时的吉他手现在可能换了 然后呢又碰上了这个杭州经常给我就是联系很多演出或者演讲或者这些活动的一位当地的文化公司的老板叫红宇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那个也是在杭州搞文化的就是那种演出的噱头吧叫陆鲁 然后我们就一起在那儿聊聊天 聊天的时候突然看见陈磊啊他拿出一个本子来 然后他就很神秘的就是对这个也是他第一次认识的这个酒球会老板说哎 说兄弟说咱今天喝的挺嗨的哈 说我跟你画破画吧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你不是一吉他手吗 向向来以这就是非常快的这种速度弹琴的这种记忆很高超的吉他手 我说你怎么想画画啊 他说我已经画了很多年了 他就拿来打画了一幅画的怎么样不说哈 就是一下子他把那个画递给这个老板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就是 你觉得对于我这种色恐 这种人员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一种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特别好的方式 然后他就说那你是怎么着是那要不然咱们就干脆大家一起开始画画吧 我说行啊我说可以 然后就建了一个群 建了一个群这个群呢就立了一些比较严厉的群规 就是加入这个群以后每天啊不管你是拿铅笔拿这个毛笔拿这个油笔 水彩笔啊那个钢笔你必须要完成一幅画 12点之前要交上来发到群里如果不交的话就自己打200块钱红包到这个群里 然后你加入了这个群以后一旦要退群就一个人得发两万块钱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一年的非常辛勤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玩 而且他们有些时候有忙的时候特别着急的时候就是勾几笔线就发上去那也算 但是我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我是这个上升处女座嘛 就是我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尽可能的满足我的这种骨子里的完美主义的这种需求 所以我一般还要画名案啊还要画层次然后还要尽量把形成准 然后尽可能的就是尽可能的表达我内心对于这个自然的一种认识 然后就把它发上去发上去一年之后不到一年其实就是大概半年左右吧 然后我就是陆陆续续发在网上的这些东西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然后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我是一个被音乐耽误的画家 然后我听了这个呢当然也是内心那个很有波澜 但是我还也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 然后从第二年开始就有一些书和一些杂志邀请我给他们画封面 然后那个咱们北大自己的那个校友见了这个出岸文学 他也邀请我给泰格尔的非鸟籍画绘本 然后给那个纪伯伦的先知画绘本 然后慢慢到了第三年就开始有这个这个收藏家就是说那个我要买你的画什么这些 然后到了第四年的时候看对第四年18年开始画 22年就去年就我就办了在七九八办了一个画展 那时候还请林白师兄去发言办理画展 那个我觉得在就是绘画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一开始我是把它当成一个玩乐的东西就是当成一个自己的另一种技能的开发 但是在画着画着尤其是当你的这个它的画幅逐渐的增大 然后它的内容逐渐的复杂 然后在单纯的描摹形体的这个过程之上 就是在这在这个之上还要想表达出更多的内心的东西的话 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进展过程中 我发现就是绘画带给我一种非常巨大的快乐 我不知道这快乐是不是属于刚才说的那种疗愈的东西 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画这个东西的时候非常安静 然后那个内心会进入一种很平和很田径 甚至进入一种类似于我想象中的禅定的那种状态 就什么样呢 就是当如果我不放任何的其他的旁白其他的声音的时候 我听着那个笔尖在纸上的刷刷刷的这种声音 我觉得就很逼人 然后如果我放上音乐啊 或者是我放上别人的说书或者放一个电视剧 或者是我去学英语旁边的英语的旁白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都觉得我的就是身心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是分成好几部分的 是那个就是就像刚才书记在发言的时候 一边我能够一个字不落的 我把他说的话全都听得很清楚 我心里也很明白也很透彻 但同时我就在旁边织一个小画架 我刚才还在画画 就这个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大画家叫陈丹青 就是他推木星的那个画家 然后在中国的这个绘画史上也比较名 那个当代的画家 他就说过 他说这个绘画呀和其他东西不一样的 你写作的时候 你一定是全身心投入的 然后你做音乐的时候 那就更是一点都不能够打岔 但是绘画不是 绘画是一边可以画 一边可以跟人聊天 而且可以跟好几个人聊天 而且还一点不耽误绘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 就是说不仅是奇妙的东西 而且是一种 确实是一种疗愈的东西 那么这种疗愈呃 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世界非常动荡 然后很多东西变化的非常的巨大 然后至少是我吧 以及我周围的很多朋友 对于未来都是非常迷茫的 对于这个前途的认识 都是非常艰辛的 那么在这绘画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啊 就是你在呃 你在呃画纸上 在画布上的这种游走 然后来宣泄你的内心 然后来就是平和平息你的内心 然后来这个躲进小楼啊 成一桶的这个这种禅定的状态下 然后实现自己对于这个现实的非常忧虑的这种疗愈 所以我就觉得呃 我会继续的换下去 并且在呃 去年办完那个展览之后 大概八九月份九十月份 我就开始画油画 然后今年啊 下个月就会举办这个第一个油画展 也是在这个七九八啊 这个先发一广告啊 大家欢迎大家去玩 这个欢迎一白师兄继续再去 我大概就说这些东西啊 然后那个我放一个我放我我用我的这共享吧 我放一个那个 我这可以共享那个视频 共享那个那个桌面 你这个你你记得那个share screen吗 我就拿我这个发 就是你昨天那个吗 是昨天给我发那个 那我就给你在这发 我给你在这发一下 他是把我的这个诗歌 然后把我的这个话和我的这个音乐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音乐是我的一首歌叫梅兰河 嗯 哎这个可能有点慢 那你那边发吧 我在我这发吧 看一下 你们能听见吗 在你那边发 好的 为了不耽误时 那我就不用那个不用他办 不用不用他的那个音乐了 你现场跟我们唱 然后我们一边看着 对 最好 来来来 我就是我等于放着这个音乐 放着这个视频 然后现场唱是吧 对 对对对 拿集的去 拿集的去 我拿琴去啊 好 这是我们意外的收获 对不对 咱们今天可以把那个 把那个 把洛宾给忽悠成现场 现场 表演 等于是有画面 对 然后把声关上 对 是吧 对 你不用关 就直接放就行 这是什么实践 来了啊 对啊 对 你先play一下 听得见吉他吗 听得见 来吧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听不见 你听得见吉他了吗 有 有 有 听得见吗 摄影不大 有 等一会他跳了一个出来说 设置音频 坐边下台 直接上音频 昨天应该试一下声音呢 来啊 有 现在听得见吉他吗 听得见 很好很好 特别好 好 我 我想要的是 感情说话 和你在一起 春天开满之阳 风来 夏天翻开了 树叶 流水从破纹中荡开 我 想要的是 安静 说话 和你在一起 你 然而 那一面的冬天 呼吸之间 把山涉水 坐鱼鱼鱼的夜班车 秋天是一夜 大空的小车 美男后 在另一面 这那美丽的小车 啦 默默的导 Cell 什么也不想 秋天是一夜 淡落的小丑 北南河在另一边 这个美丽的小丑 不离开我的作者 什么也不想 我想要的是 安静说话 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和你 在一起 我觉得声音的效果可能很差 其实这样很好的 早上起来声音也没有完 就是基本上那个歌到这的时候也是结束 就是 我替大家鼓掌了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个音 他们的声音麦克风给 就是大家都 都给静音了 但是真是非常感谢 罗宾 我们因为技术问题 结果还真正看到了一个原声 原唱 特别好 我相信你会唱得更好的 但是这种 就是这种记性的 这种非常真实的 这种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棒 这不是说完美能够能够代替的 这个是因为都是北大校友 所以就是早上唱 我的嗓子是必须晚上八点之后才能开嗓子 这个要评论 发言人肯定不会在早上唱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意思 我的发言就结束了 下一次 下一个位是哪位 我们哪里 我们现在 我还不能立刻就放过你 还有 我刚才其实 你就是在提到的 那一句话 把我的幽暗音唱成一条银河 这个确实是 你记得咱们俩在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 一直我觉得这句话 特别用一种诗性的语言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洛宾刚才我们还忘记了 他的另一个才能 其实这个才能是他最早出名的 在北大我们这个圈子里出名的 就是他是一位诗人 他是一位诗人 后来沦落成写歌词了 对吧 而且他现在写的那些诗 也是就是非常棒的 其中这一句呢 我觉得他可能都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 得来的这个神句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就一下就把我们这个主题想说 出来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 幽暗时刻一些黑暗的这种经历 但实际上它也可以成为我们创造中的最最基本的一种原材料 我主要是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 这个会被转化 被转化成在通过你的音唱 这个音唱就是我们这个艺术的形式 转化成了一条银河 一个非常美的存在 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同 能够认同能够从中得到灵感的一个存在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句话 然后你说的那位 这一句其实其实不是我写的 我就是原先那个 我的那个专辑的名字就叫银游天外 但是是那位师兄给翻译的 他翻译成那句英文之后 就直接就是再把英文翻成中文 就是好好的一万人生成一条银河 是吗 那翻译成英文 然后你又翻译回来这个中文 这个是这么一句话 对 然后呢 不管是这个最早里面都在哪里吧 但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美 而且特别有这种哲理 这种哲理性 那我呢 我想说的呢 就是刚才你最后提到的那一点 就是说其实呢 人们在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 不管是画画 就我个人 其实我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 完全 完全是要怎么讲 咱们说是菜鸟啊 还是完全是业余的 学画画 或者跳舞这些过程中 我们就是真是经历的那种 就像你说的 其实它最最基本的是一种 能够让你专注 我们就是说放松 专注和放松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像我们平时一个人 就是说 每天都有太多的东西要想 你学校里的事 然后家里的事 然后和周围朋友的事 父母的事 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有时很多很多 就是每天每个人都很焦虑 还有国家大事 世界大事这些事 那有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给你自己一个空间 去来完全放松 完全来专注 其实在专注的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你最放松的时候 这个其实在艺术创造中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 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真是像在冥想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词 就是全身关注在做那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当你专注的 做一件事情的话 就像正念冥想一样 你的头脑是得到了一种 休息的那种经验的 这一点呢 如果其他的人在试的时候 你们在要有这个实践经验的时候 你肯定是 你们可能大概应该会有相同的 相同的这种感觉 我们呢下面我来 就是转到我们的第二位 第二位嘉宾 那当然就是前提那 可能有人讲 你像洛冰和印白这样 这都是艺术家 他们的事业 他们平时的生活 或者他们的才能 本身就好像和我们一般人 也不太一样 对吧 那我们普通的人 我们每一个 就是在普通的人日常生活中 那我们的这种创造 又是怎么样情况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下面这位呢 就是 是85级中文系的本科的 前提那 她现在是在西尼 我跟她的这个经验呢 可能和上面这个洛冰的 还是有些不同 但跟我们大家可能更相似的地方多一些 我呢是在2018年 2018年春天的时候 差不多五年了 以前我在西尼第一次认识的 这个我们有个北大校会读书会的活动上认识的这个Tina 当时我也没有觉得就是她有特别的这种写作呀 或者是这方面的才华或者是可棒 因为我都没太看过她也没太提过她写东西或者什么呢 而且呢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因为我们的生活出了校园之后 为了生活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做的 每个人做的可能和我们当初学的 和我们当初的甚至自己的一些梦想是很不同的 那这个Tina就我了解呢 她当时可能做一些国际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吧 但具体的我也不是这个都也不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今年我回来 这个因为疫情呢 我是这个五年之后 我又回到了这个悉尼 这次我一回来呢 就会发现了Tina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说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人 可能都承受不了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或者是一个挫折一个困难 就是说她在疫情期间在21年的时候 发现了夏天 她发现了自己得了乳腺癌 这个乳腺癌可能对 其实女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 尤其是对中年 而且当时呢 正好是大家知道 那个是疫情期间 澳洲她的那个整个封城啊 这个管控也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她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 她一个人住在这边 当时她一个人住在这边 就是非常困难 这种一个情况下 有这么一个非常不幸的这一个事件 但是呢 我今年回来的时候 就是我等于是23年1月份 或22年12月份年底的时候 我见到她的时候呢 是她跟我分享了 她在这个乳腺癌的治疗过程中 她这个乳腺癌这个目前已经控制了 就基本上控制了 还在这个恢复过程中 她现在是 然后呢 这个但是有长达七个月的时间 七八个月的时间吧 是要不断的进行各种的化疗啊 然后各种的治疗 她在这个过程中呢 她实际上几乎是每天都把 就是她所经历的这一切 从最一开始听到 得乳腺癌的确诊这个情况 到她后面这个四个月的这个治疗过程 她都给她记下来了 就是她有意识的 她都写下来了 所以到我来的时候 我见到她的时候 是因为跟她分享她的这本书 这本书呢 也一很快的速度 在在悉尼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就叫悉尼故事 这个是 这个就是这本书 我这个背景模糊 怎么看不太清 一会儿那个Tina 她会她的PPT上会有这个的 就是悉尼故事 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就是目前在世界上 这种非虚构作品 我们也可以英文 她叫Mamoire 就是回忆录的形式 她讲的是一个 你人生阶段中的某一件事情 对你的生活发生很大变 很大改观的这么一个一件事 围绕这件事写的 这个非虚构的 也等于说即时的作品 她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然后这个是我这一次 见到Tina之后 就说引起我 就是特别 也是另外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inspire 给我这个灵感 叫我想一些事情的 这么一件事情 那她这个 她这本书呢 就是说她一会儿 Tina可能主要给我们讲 她会主要讲她这本书的写作的 这个 来龙去脉了 我就不想起讲了 我想 给她就是说 读一段 她在 后继里面说的这句话 他说 他说2022年6月30日 即澳洲财年的最后一天 在给本书的初稿画上句号时 感觉是在手术 化疗放疗 索尔蒙治疗 万箭齐发 万箭穿心之后 万马奔腾 一写 写作的写 不是谢 万马奔腾 一写千里完成了又一种类型的治疗 也是我的第五种治疗 同时这一天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我的新书信息 这个是她后继中的第一段 我当时我看了之后 我就说她是非常清楚的 在那里面写到了 她的写书这个过程 当时不仅仅是和她整个这个化疗 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是一起并进的 而且对她来说 是一种 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一个治疗 治疗 第五种治疗 那我现在呢 就是来请Tina 来跟我们来分享她的经验 我给你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特别就是说 在非常非常敬佩你 敬佩你能够做到 在非常困难 身心都非常疲倦的这个过程中 在这种情况下 执着的写完了这本书 如果写完了这本书 这有非常的敬佩 那这种写作 我就觉得这种写作 究竟在你当时在和你的这些身心 这个出问题 这个身体有很大问题的这个进行治疗 这个过程中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对你个人的这个体验 就现在请Tina来跟我分享 Tina你能听到吗 可以讲吗 谢谢书彧姐 那个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你声音 谢谢 这个书彧姐要先把我的PPT放出来吗 好 我看着可能讲 你就开始讲吧 我就给你那个滚动 给你放的你这个PPT好吧 好的 因为我这个现在荧幕上有点乱 这样是这个 我呢就是大家好 我记得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嘛 书彧姐她组织策划了这个三大洲的赵婷 无一之地这个电影讨论会 那么如今书彧姐又再次策划了这个三大洲的这个行动 这个共同的这个活动 那么就是做疗愈系列 那这第一讲是艺术疗愈 那么我有幸成为成为嘉宾之一吧 那我个人认为呢 在后疫情时代 这个探讨如何通过艺术疗愈 艺术创造来缓解和这个治疗这场 疫情带给我们的这个创伤和这个焦虑感 那这个意义是就是可想而知的 是吧 这个不好意思啊 就我为什么不这个视频 这个头像这个不真实 我也不懂 我今天一打开这个zoom啊 就是还是我以前开会的时候 就开校友会这个这个照片放上 我干脆也不动了 我我觉得这个人是不是通过这场疫情 和我个人的这个发生这个巨大的这个事件呢 我就觉得好多事情咱们就将错就错 由他来 因为这个剧本不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那像我们以前一定要硬要什么的 这个就以后坚决不要了 不好意思 继续讲 对啊 我就说既然就是大家 虽然我跟两位师兄不是太认识 但是跟树一姐算是熟了 那我在这边又是咱们 基本上是北大校友的一个内部的 那我就敢说一些话 我就随意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过去的这三年的疫情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个百年不一的疫情给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这个工作呀 家庭甚至健康啊 都带来了这个 这个你都就是巨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抢购啦 囤货啦 这个戴口罩 以前我们简直都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 过去的三年 这些东西成为常态 那么你可以能想象出来 就是在那个 在那样一种极端的一个环境下 就有人还查出了癌症 就是说这个癌症吧 就是在中国 就现代社会 我们还是就是谈癌色变是吧 那其实在西方 管这个癌症 我们一提就说 CAPITAL C 就是CANCER这个癌症这个词的这个第一个字母不是C吗 那一般它是大写来的 那大家一提CAPITAL C OK 这个就OK了 你就知道了 那么查出来这个以后 那么就就在这个封城期间呢 就是我是2021年中查出来的 就是发现了 那刚好如果现在想起来是过去这个疫情中的第三 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疫情也就是三年的样子 那这个基本的这个治疗就是手术方化疗了 是吧 那我的人生 那我就是觉得一下这个这个就是昏天黑地了 对吧 那这个感觉就是刹那间就是感觉就是在一个什么极端的环境呢 就是亲情没有了 爱情死亡了 友情需要重新定义 这么一个极特殊的环境 你要抗癌抗疫 那现在的话就是卷也卷不动了 都不是躺平了 根本就是躺倒了 那么后来有人读过我写的书 说了一句 我觉得这个很贴切地描述了我当时的情景 就是说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 走了一段特殊的历程 那么在我发现肿瘤的第一周 我就决定要写书了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我当然是说我要是能度过这一节 我就是说大难不死 我肯定要把它写出来 那我就第一周开始我就发现走了 我就开始记日记 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就是就是有没有在大学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好像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记日记的 不管你是哪个系的 好像跟系没关 都是青春年少 但是大学以后就不记了 忙忙碌碌各种事情 然后呢 后来我就发现好多人就是癌症病人在在知道自己得癌了以后都开始接日记 其实这个就说你接日记可能我这么想这么分析 癌症病人其实它是让你有一个在极度的痛苦的情况下 你有一个缓冲 有一个发泄 有一个宣泄 那么另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癌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治疗和恢复过程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记一些日记呢 无意对你这个病情的这个管理或什么 它都有好处的 对吧 那我经过了六个月的这个大满冠的这个治疗啊 这个这个叫大满冠 这个我自己给它提的名字就是手术方化疗 这些基本的这个癌症治疗手段 那么中国叫国内叫豪麻套餐 那我就是享用了这个豪麻套餐之后 去年初开始了就是内分泌的药物治疗 那么就是所谓的就大部分的乳腺癌患者经过了那个主要治疗以后都是70%的人都要做这个内分泌的药物治疗 就是每天一粒药来的就是比较控制一下这个病情 那么我感觉就是病情进入了平稳的和康复的这个时期 那我就在去年的3月1号开始动手写这个悉尼故事 写得很顺了 那我觉得得益于我那个四本日记 其实在就治疗的时候写了四本日记 但是就说 我觉得就是在我化疗就生不如死 那化疗那么难受的时候 我就躺在床上不想动 我也不想吃东西 也不想干任何事情 我也写上几个字 那么这样我就后边就不断片 那么这样我大概有四个月的样子 就完成了一个15万字的这个第一版的出稿 从写作到编辑出版发行 这一路都有贵人相助 就主要是我几位师姐师妹的领利支持 那还有一个就是得益于这边出版社的 这个出版印刷体制的宽松 就是相比国内 结果就又有了三个月 才那书就问世了 他详细就书里 详细记录了我在246天 就差不多八个月了 就是抗埋抗疫的身心历程 间接折射了我个人 跨越四大洲半个世纪的人生轨迹 书里姐可以放下一言 好 就是讲真吧 从想写书到完成写作这个出版 这个我都不知道有art therapy这个词 不像书里姐 他对就这样吧 就是他至少五年前 他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自闭症的画家 他就从那里 他就知道这个art therapy 就是艺术疗愈这个词了 那我其实写作完了到出版 我都不知道这个词 跟这个没关系的 那其实当时成书的主要的目的 我就是要就是想 那就是在那种万马奔腾千军万马 这么一种治疗过程中 我是想给他复盘一下 就是梳理一下 然后大约能给后来的人 别是华人妇女有一个参考价值 再就是感谢帮助我 度过治安时刻的校友和医护人员 有这么个目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但是癌症现在除了传统的三种治疗 就像我先头说的 那叫三刀 我把它叫三刀 就是手术放化疗 那现在又有了 现代的靶向治疗和细胞免疫治疗 国际卫生组织 已经定义癌症为慢性率 就是说它会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 成为慢性病 而不是说绝症 当然很多癌症很复杂 那也分以前期中期后期得到的 那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你不要把癌症觉得它是绝症 但是呢 就是你说如果是慢性病 那它就要有 有一个就是 除了集中治疗以后 那你未来康复的道路 防止复发转移的道路 那就是要 主要是靠个人 对吧 另外呢 这个整个治疗恢复过程中 对癌症病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 这个打击呀 和疗愈啊 那我觉得 就需要医疗这个 疗愈手段之外的这个 找到这么一种疗愈的方法 对吧 而乳腺癌呢 又是给妇女 就是身体上和心理上 带来严重创伤的一种 重大的疾病 那整个五线癌的治疗和恢复 这个过程 除了医疗以外的因素 更多的 它会涉及个人的心理和社会的因素 是吧 那就是 下面这个就来了 说这么多 我有一个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art therapy这个词 真正走到我的意识中来 那就是 已经是去年 就是书写完了 我记得好像是我拿到书的没几天 那么也就是去年十月 十月初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 悉尼是海洋性气候了 像很像地中海 这个气候 容易下雨的 我们十月是这个初春 那我收到了 西西尼大学艺术療育系一个教授的一个短信 那我当时觉得在那个乍暖黄寒的时候 感觉特别温暖 其实它呢 主要这个message的目的就是说 下周我们为期八周的这个艺术療育课就要开课了 那听到你个人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需求 这个课程呢 是医院给我们病人的一个福利 当时医院通知我说 这是小班 私密 免费 还重要是这个专家授课 那我一听 我一听 这个art therapy 这个词 哎呀 简直是 你跟那个什么 kemo啊 raduation 这些就是画放疗 这些 这些恶魔般的词 这些恶魔般的这个手段 比起来 这个艺术療育的多幸福啊 那在艺术环境下治愈 这个如果癌症能这么治 而不是用那种 要死要活的那个化疗该多好 当然这个再怎么art therapy 还是会辅助治疗 我当时就这么想 但是我的确有意 我这个水平 我这不会像骆宾修那样 这是多才多艺了 这个特别是绘画 我认为我自己就是绘画的那个小白 然后那个基本是零基础 我连笔墨指宴这些都分不清 我就跟着教授说 我这个担忧很大 他说等等等等 不用不用不用担心任何 我不需要你们有任何的特殊的技能 人来了就好 笔墨指宴我们都提供 甚至咖啡茶水 你来了就知道 那这样我 因为我当时 还是四 这个这个这个 八周的课 我只去了四周 因为我的身体还在恢复转 整个治疗 前期治疗把我的这个免疫系统 搞得很弱 我常有病感冒 我就不敢去 那时候还是疫情挺重的 那我去了四次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非常的 就是从这个课程感受到了一种 我有很大的这个收获 那首先我的收获 我都是觉得 在这个课的过程 上课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是你的通过你的创造 就是画花啊 还是做手工啊 这种活动 那我跟其他的病友 同病相邻的病友 和我的老师有一个这个互动和交流 从而产生共鸣和共情 而这种交流 可能是言语上 大部分是 做的这个 大部分是做的这个 在纸面上绘画和手工作品 那另外我就想了 我 前 这之前呢 前好几个月 我写书出书 那么跟这个绘画 我有义取同工的这个效果呢 我也是在这种创作中 释放了疗愈吧 对吧 那我就 觉得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第二个我就是觉得 我还想 那我 艺术疗愈 这个创作有多种多样子 除了绘画和写作 我是不是还能找到更多的 适合我的艺术疗愈的方法 去探索 发现一条我自己的 art therapy的道路 这是我想 这个就去年底了 课程结束就去年底了 今年初 OK 这个就跟书一刚最初讲的 年初他又回悉尼了 那书一姐是在 加拿大的 这个Simon Fisher 这个大学人们系的中生教授 他在那边上 教书 另外他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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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生成国际主义 他也是在几个城市 国际大都市 他去做交换学者 那他一般每年都会 年初回到悉尼 那此前是疫情 然后各种情况 我18年好像应该是最 最上一次我见到书一姐 然后今年年初他回来了 刚好 这个疫情也缓解了 那我们 北大悉尼校友 有三年 这个没有在线下有 这个读书会活动了 那书一每次回到悉尼 我们这个读书会就 就更活跃 那我们就 一月初 我们就有了一次线下 那我们俩人这时候都各自有了一本书 书一出书的是挺正常的 我出书 我觉得是不正常 是一种可以说被动到一种怎么说 那这时候我们在会上 我们就一谈到art therapy这个词 大家都很 就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我这种经历了 但是这个art therapy这个词 让所有人就是都想到了自己 因为疫情它本身带来 已经需要很多大家去聊 心理上的一种东西了 对吧 那书一姐也放了 就是现在你有了这个chat的GPT 我们随便把这个art therapy这几个词 你输进去会跑出来很多东西 那我个人的理解 这个art therapy这个艺术疗愈 它的目的是要我们在创作中 创作过程中 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 从而达到一定的表达效果 也就是治愈的效果 我要卡一下这个时间了 其实我就简单说 这个这个从我个人这个体会啊 创作经验来说 这从这几个维度啊 表达方式表达能力和表达效果来说一下 第二就是艺术疗愈 那都是跟大家一起探索 就是可能一说艺术疗愈的这个方法 表现方式这个是大家最能明显看到最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一一说到这个表现方式 他就会想到绘画 的确维画是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一种艺术疗愈的表达方式 你看这个 我们给我们这些癌症病人就是 一说上这个艺术疗愈课 用这个艺术疗愈的手段帮助你恢复 就是来做画 做手工 它的确治愈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效果 是至少目前来看是很很好的 但是除了就是这个我们基本的情趣说书画 我们扩大一些 一会下一个阴白师兄要讲的 对他是摄影的专家了 那么摄影写作 唱歌跳舞 手工制作 烹饪 烹饪我觉得是很很有可以开发的东西 然后甚至这个戏剧电影 这个都是艺术疗愈的非常容易看见的表达形式 就是这种最常见的表达形式 你看就有十种八种 那么我觉得其他的隐性就是不是那么太明显的 至少也还有十种八种 你举个例子 这个喜欢做园艺的gardening 这个都是艺术疗愈的方式的 那么下面再简单说一下这个表达能力 那我们自己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表达方式 其实这就是设计了表达能力 就不是人人都是繁高的 那你看这个洛宾兄这个 从念大学时候我就听说 我就觉得这个是多才多艺 高山洋指 那么从诗人到音乐 做音乐到画家 那是谁说的 那我觉得是 那全可以说被诗人耽误的音乐家 被音乐家耽误的画家 那就是全才 那不是人人都是繁高 更不是人人都是罗宾 那你说你 唱歌吧 这个音乐细胞也有多有少 你可能唱个卡拉OKOK 你站在台上 那可能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台下的人的 对得起人家听众观众对吧 像我这个人 我做不了手工 我这手这么笨 这个拿刀拿剪成 害怕系鞋袋都有问题 这个我不考虑这个 当然很难说 也可能什么极端的情景 一逼不知道 但是说 也可能你说了 这个能力 没说你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 可能会发掘开发出来 甚至培养出来 那我为什么就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下就找到这个写作这个方式 我可以说那种情况 我的确我在那个挥兽状态 我也特想谈情 我也特想画画 但我不行啊 我没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专业的训练 我就一定的这个去培养 我大概连自娱自乐的水 都到不了 另外我那种情形 我还是很虚弱 我不能成为正常人 那种活动的方式 我躺在床上 然后要不就是去医院 我可以爬起来 敲敲电脑 那么有很多这个副作用啊 我去折腿治疗的 我可能环节 我去散散步 我回来再写 那我OK 那我就 就这样找到我的方式 那我觉得我是释放了我自己 是舒缓了那四个月 让我focus一件事 然后我也觉得 我能给别人一个好的 给人家能有点作用 那最后我是觉得 这个艺术疗愈 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表达效果 不管你是完成了一幅画 你还是出版了一本新书 那这都会给人带来 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这个归属感 甚至认同感安全感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下觉得 哎呀我可还可以 回到健康的状态 甚至我健康的时候 我没想过我写书 我是想过 我想那怎么也是 退休以后实验以后 愿意玩玩就搞搞 但是这样一下子就说 我觉得我自己 不是那么没用的绝望 其实对一个癌症病人来说 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就是 他一觉醒来 噩梦醒来 觉得自己烦了 废了 这余生就废了 然后这个以后的日子都在 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 然后头上悬着一枚 转移复发的这个 达摩克克里斯剑 这种状态下生活 那你如果有一种 甚至一种以上 你自己找到适合你的 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方式 然后你focus在这上 然后如果这种方式 再能跟其他人一样 一起这个共享 然后你会觉得你这个 生命里你是一个有 有有意自己又有一他人的 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 肯定是可以疗愈了 对吧 甚至都是自愈了 舒逸姐 咱们可以放到最后一页 我要结束了 我怕我超市 好 最后一页了 就是简单说来 最近所以我没有放这个镜照 变化很大 这个头像是我 2019 你有的呀 这个 这不是最近这个上个星期的吗 对 应该是一代 这个是最近的 但是看我那个头 刚刚这个zoom的头像 它真是这个 这个是我认为是回不去的 2019了 那还长发飘飘的 那就是说 我简单用一分钟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art therapy 有处疗愈这个词 就是说在国内可能还显为人知 其实在西方也是处在探索的阶段 其实在远古的时候来 就人类是很聪明的 已经 已经发现这个方法 可以治愈我们的疾病啊 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那真正它跟medical treatment 就跟这个医疗上的这个治疗手段 结合起来去治愈人的疾病 那这个是从80年前英国开始 那么我们就是说 我们这代人吧 就生老病死 基本上都开始成为我们这代人的主题了 我们今天几位讲的就是 原则上我们都是60后 然后我们大学都是八字层的 对吧 我们是一代人 那这 这就是 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你不管健康与否 你健康还是像我这样 突然人间这个 这个得了重大疾病 但是你都要面对岁月的流失和消磨和这个沉寂 那你在这样漫长的这种 估计的这个道路上 你怎么来 比喻这种东西 那我都觉得人应该发现一种适合自己的这个艺术疗愈的方法 甚至多种 然后如果你发现了 去去培养 那我觉得真很恭喜你 然后就希望大家能践行 能能这个知行合一 像王阳明说的 然后最后达到一种真正的疗愈的效果 那我们都是 我也是欣赏 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艺术疗愈的这个道路 那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Tina Tina还是在 她等于是实际上现在也是还在恢复阶段 我觉得特别特别感谢你能够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 而且你的身体在这个身体的状况下 能够准备跟我们准备 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关于艺术疗愈的 她的一些观念 一些概念 解释的我觉得都非常好 谢谢 我刚才呢 其实在听你讲的时候 我也是在 在讲 其实我刚才的那个PPC 就试图在想 从我们的角度来定义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创造 Tina刚才讲的 就是说她个人的这种体会中 我觉得这总结的其实是挺好的 那你在某种程度上 对我们来说 这个艺术这里就不是什么 只能是艺术家的这个一种专利了 而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这种潜质 其实艺术在说句实在话 那是一种这种 它的最重要的 就这点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就是因为一直在做人文学的这个研究 艺术 我们看什么是是不是一个艺术 什么是好的艺术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说原创性 Originality Original Creative 就是这个创造的东西 这个创造东西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在某种意义上是它的 每个人身上的一种潜质 创造什么叫创造 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带进来 你用英文来说 就是bring into existence 把它生成 存在 那艺术来说也实际上我给他定义 我就说把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体会 通过美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所以艺术是关于什么呢 对在这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文本背景下 就我们说了通过来进行疗愈这个文本背景下 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一种表达 就表达 也是一种连接 连接就是和其他人 我们在其他人的这个经验中 我们得到一种认同 得到一种 了解 理解 然后也得到一种 就是说跟别人的这种沟通 最后呢 它也是一种转变 艺术也是一种转变 转变这种transform 把本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一个更高的更好的这种形式 这种 这个是我 我刚才说的这个关于艺术的 我的体会啊 这三个从表达 沟通和转变 实际上是我这些年来和我很多 不管是是否艺术家的朋友 得到的这种启发 因为我 画家的朋友 还有拍纪录片的朋友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朋友 这个是温哥华的 就是他妹妹得了厌食症 非常厉害 就几乎就是生命危险 然后他为了挽救他的妹妹 他拍一个就是 关于厌食症 以他妹妹为主角的这么一个 纪录片 讲他们姐妹怎么样的共同 来和这个厌食症进行 搏斗 这种struggle 这个过程 那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纪录片 非常感人纪录片 还有很多更多的就是写作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所以很多困难的时刻 我觉得都是通过这些手段 来帮助我们 就是度过那个时刻 能够超越那些困难 那我想呢 下面呢 我想我们下面一位嘉宾 可能更能用他的作品来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印白 印白师兄呢 他也是大家大概都 尤其是北大出来的人 都听说过 尤其他去年 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北大的 那个北大风景 那个日历 很多人都特别 是赞叹他这个 美的这个圣艺术 而且这么很多很多年了 这是很多年他一直坚持的 这个 和印白最早是学经济的 是吧 你的经济系的 八二级的 你看他给我的这个介绍 我也是 我也其实是认识他 也就是这几年 这两年才认识的 他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毕业北大经济学系 他个人呢 现在的他的自认为 身份的是摄影师 平面设计师 主攻风光建筑 镜物摄影 而且他这个 这个以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拍摄和制作了 大量唯美的黑白摄影作品 这个刚才 可能你们都 每个人几乎可能都 都见过 接触过他的作品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惠特曼的 那个 那本书的 一些用他的作品 做illustration的 那现在呢 而且硬白师兄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翻译 翻译者 他也是一个 应该说是诗人 所以他才敢翻译 这个 这个草叶级全集 他现在正在为 楚同南先生 那么知道 以前那个楚同南先生 那个翻译的 从翻译 惠特曼的草叶级 及全集 而且这本书 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面呢 也配有几十副 他为此书特意拍摄的 美国风光插图 我因为和他在朋友圈里 是那个朋友嘛 我有时候看到 就是他各种各样的 除了在欧洲的 除了在欧洲的 美国的这些风光 风光照片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 我觉得是 都是 特别 特别唯美 绝伦的那种 那种 那种照片 他最能够打动我的 在某些程度上 是因为 他拍的那些 北大燕园的照片 可能大家也都是 也因为这个 可能是对 对印白 很有记忆的 但是我知道 我虽然对他了解有限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他 咱们俩还没见过面 但是我经常 在你的朋友圈里 我知道 印白师兄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关心实事的 非常有正义感 而且不但于表达 他的愤怒 和不平的一个 北大人 在这点上 我想其他的 如果和他 分享朋友圈的话 可能知道这一点的 所以呢 在某种程度上 我一直在想 他的那些非常安静 非常唯美的 有质感的那些 艺术摄影 这个刚才我说 这个安静质感 这些 这是有名的 这个艺术评论家 李仙廷 给他的这个定义 大家可能也不会 也对这 这些定义 知道他是指什么 他的那些 非常唯美的 这些照片 尤其是我们看到 那些北大 艳园的那些照片 和他的那些 内心 刚才我说的 他实时其实 有的时候 是处在一种 非常对周围的环境 其实感觉到 很愤怒的 很 在某种 可能很无助 因为有些事情 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和这个东西 它们之间是一种 什么关系呢 当然我完全也可以 我们完全就可以说 那么艺术家 把自己分割呗 这面是那个什么 这面就是 艺术 另外我对现实的 这种评论 那什么呢 也许 也许没有关系 但是我总是觉得 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隐隐 是有一种关系的 这种关系呢 我还是想听 英白自己来跟我们讲 好不好 下面呢 就有请我们的 最后一位嘉宾 李英白 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艺术创造的经验 好吧 欢迎 好 谢谢 各位校友 同学大家好 那么也非常感谢 前面两位 洛宾和Tina的分享 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为什么 书彧说 让我排在第几 我说最好 排在最后 因为我需要 大家的这个 这个激发 就是我谈的事情 也是特别感谢书彧 我对书彧呢 应当说是高深扬指 我那个跟书彧 没有从来没见过 但是我非常敬佩 我这个小师妹吧 应该是 我认识书彧呢 居然是 也不是在网上 是在一本 我最喜欢的 国内的一本 那个杂志 这本杂志呢 我从它创刊 一直到现在 一直在坚持阅读 包括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都在阅读这本杂志 这就是那个 三联出版社 出的那本 读书的杂志 叫读书的杂志 那么我居然在 前几年呢 有一本 那个读书的 这个杂志上呢 开篇 第一篇就看到了 一篇介绍书彧的文章 当时呢 我知道书彧呢 它是一个 有北大毕业的背景 我就想一直找到 这个叫书彧的人啊 后来呢 我就从咱们校友网啊 群里面啊 我就碰到书彧了啊 就特别荣幸啊 今天也特别感谢 那么今天呢 这个谈这个艺术呢 我真的不敢说 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如果你是一个 我认为啊 如果你是一个足够敏感 足够正义的人 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非常抑郁 否则你就不够敏感 那么恰巧呢 我觉得我多少有一些 这个敏感的这个特质啊 包括身体上啊 精神上 相对来说 都比较敏感 可能敏感呢 是一个艺术家的 一个前提啊 如果你不够敏感的话呢 你实际上是 你成为不老艺术家啊 但是敏感呢 又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首先呢 你会比别人更加多愁善感 所以有敏感给你造成的问题 你还必须得通过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通过艺术的表达 去解决你的问题 因此呢 这个艺术呢 它本身就是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 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 因为它过于敏感 它把那些世间的美好和丑恶 都无限的放大 在自己的灵魂里 那它为了治愈这个矛盾 它面对的这个世界 它为了治愈这个矛盾 它必须要从事艺术活动 那么疫情这几年呢 我呢 幸亏呢 也是被我自己 我把这个过程呢 比喻成是上帝呢 给我顺下了一根绳子 我却顺着他爬上了天堂 我在疫情期间呢 这一段时间呢 我是一直在翻译惠特曼的草业集 我是给这个 楚徒南先生补译他的草业集 他大概翻译了草业集的40% 那么这60%呢 差不多我翻译完了以后 有16万3000字 那么这个翻译的过程呢 正好跟这个疫情同步 所以呢 多少呢 缓解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 内心的这种 这种 幽暗 或者说是这种 这种纠结 我今天不想谈这个诗歌 也不想谈诗歌的翻译 我也甚至于不想谈 我自己 对自己的疗愈 我是想通过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咱们学校 具体来说就是燕园 燕园呢 为什么叫燕园呢 他不是说 他是在北京的一个园子 因为北京古代就是燕国 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 具体来说呢 因为他是燕京大学的校园 燕京大学的校园 所以他才叫燕园 那么现在还有一些 燕京大学的校友 他们在私下议论 说1952年院系合并 北京大学 进入了我们的校园 在他们的语境里面 有一句话 我们听起来很刺激 但是我必须把这个话 带给大家 他们认为 北大进入了燕园 就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揪战雀巢 大家可以回 可以回味一下 他们的这种愤懑 和这个抱怨 但是作为校友 我们肯定是不同意 我们作为北大的校友 我们也非常为我们的北大 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就是说今天 作为一个热爱北大的人 我自认为我是很热爱 我这个母校的 作为一个热爱北大的人 大家看我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现在被很多咱们的校友 作为他们微信的头像 有的一组织活动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校友 都会管我要这张照片 作为他们活动的背景 有的是喷绘 有的是大型的LED的显示 这张可以说是作为咱们北大的校园的 一张非常有代表的 我自己也很为之感到骄傲的一张照片 这大概是五六年以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拍到的 首先我必须得说 我是非常爱咱们的学校 而且我也非常热爱我们的校友 我刚才说了 舒玉 洛宾 Tina 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我刚才发现 好像 Tina 刚才她的头像一直在闪 我发现好像她应该是一个美女 因为我看到PPT里面 就是我们北大的这些校友 就足以让我热爱这个学校 但是今天 我要谈的这个疗愈 不是艺术给我自己的疗愈 我要谈的是 我在拍摄北大的过程中 我作为一个摄影师 我给北大的疗愈 我觉得这个学校需要疗愈 如果这个学校不需要疗愈的话 为什么前几天 会有一个邪恶的 一个裹着头巾的人 成了我们北大的名誉教授呢 好了 那我别的不说了 那个这样 所以你把这个 你把我这个 就放那个play一下 就放他们那个演示的模式 你看这个吧 可以吗 你再点击一下 你再点击一下 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 我这边看到的都在 没问题 没问题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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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没问题 你再看一看 我这没有了 我这完全黑 黑平了 现在再看 它黑平这个之间 然后它变化了 你这样吧 你退出这个演示模式 我们就用刚才那个 就是你熟记的 你熟记的那个模式吧 好吧 你现在能看到吗 一白你现在能看到这个 我看都假的 你刚才退出这个模式吧 好吧 我们就退而求一次了 我们看没问题 书彧 没有问题 那个谁 硬白硬白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硬白你听我说 刚才那个谁 李千师姐 她在后面的 她看到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我看不到也不行啊 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讲在哪了 那行 那我就是这样 我就一个一个给你放 我就一个一个给你放吧 好吧 好 这样能看到吗 那个 还没有开始 就是编辑模式 我们用编辑模式 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我一张一张给你放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张照片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 那张 就这张照片 大家看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那个一个呢 是现实的校园 一个是我心目中 它应当呈现的样子 但这里面呢 有现实的 对 它这里面呢 有很多摄影的技巧啊 有后期的技巧 这个我们先不论 就假设你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 或者你是一个很高明的摄影师 你来北大 你会把这张片子 你可以再退位到第一张 你把这个退位到第一张 你点一下第一张那个icon 这张可以吗 就这个 就这意思啊 就是你会把你拍到的这么 就是你拍到的是这么一张照片 还是第一张 还是放到第一张 就这个啊 就这个好好好 就这样啊 就说如果是一个摄影师 一个很高明的摄影师 一个风光摄影师 你拍到 不用动不用动 还是刚才那个第一张 这不是吗 就这张 就这张 我说的就整个第一张啊 就这张 就是原片 就是原片啊 就是你会把这么一张片子 你把它调整 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就是什么才是你的理想 什么才是你心目中那个美丽的校园 啊 这个呢 可能多少就得有一点 你对北大的这种认识啊 那么我作为一位北大毕业的一位摄影师呢 我对他有我的想法 有我的期望 于是乎呢 那我就把它修成了 这么一张片子 啊 请你放第二张 就是就是 你看到了吧 这张 嗯 看到了吧这张 这张修复好了 啊 现在我还是 看的第一张 你比我们好像慢一点 啊 比较红的那张吧 哎 就这张 你比我慢一点 都看到了 好了 好了啊 可能就是慢一点啊 就是有个有个这个延迟啊 这没关系 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修成这样的一张照片 是吧 这个很难说 你知道吧 就是我在呃 给我的学生 讲授摄影的时候 我甚至于 我甚至于都不能跟他讲 我为什么要把它修成这样 我就是一种感觉 或者就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从1982年进入北大 到现在 我对他的一个理想状态的 这么一种理想的呃 描述 应该是这样的色调啊 这样的构图啊 这样的田径啊 大家看啊 我在照这张片子的时候 呃 我 我 我还很幸运啊 那个 呃 居然这个水面啊 游了几只鸭子过来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三只 啊 这个鸭子呢 啊 我当时拍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啊 呃 呃 呃 这就是这个摄影师的一种 一种 一种 这个 一种 luck 啊 就是这种东西呢 你可能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呢 就是我居然没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游到了我最需要的那个位置 我把它拍下来啊 啊 这是非常幸运的啊 啊 我们就讲吧 我们往下走吧 时间也比较紧的啊 下一张 嗯 我怎么又卡卡住了 不好意思啊 这张 你就点那个三就行 对 看到了 你看到了 这其他的人已经能看到了 这个 你那个 嗯 应该是你那个可能稍微慢一点啊 你就 你这个是你的原图好像是 对 就是我原图我就 啊 请大家看这个原图啊 啊 那么 那么 这个原图大家看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 魏明湖那个 呃 呃 叫那个 呃 翻尾石鱼啊 嗯 就是 就是右边的这个 翻尾石鱼呢 它实际上是圆明园的 呃 一个文物啊 当年呢 就是 呃 这个 燕京大学啊 啊 他是司徒雷登先生啊 啊 从一个清朝的王爷 大概是叫 叫 宰韬吧 是从他手里买买来的这个园子啊 啊 那当时宰韬呢 就从这个圆明园呢 把这个翻尾石鱼呢 买了过来 就放在这个地方 送给北大了一块 送给燕京大学了 那么 现在呢 圆明园对这个事情呢 还耿耿于怀啊 他们认为这个这个鱼呢 应该还给圆明园啊 那这条鱼呢 呃 在一九 呃 在在 在一九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时候 六八年大概是啊 被学校的红卫兵啊 呃 就推到了水里啊 就认为它是风自修的东西 就推到了这个 这个魏明湖的这个湖 湖水里 然后呃 呃 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啊 呃 被学校呢 组织打捞上来 又重新呢 呃 又放在了水面啊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 啊 那么呃 这一只中间的这个灰罐呢 呃 他在 前几年的时候 他固定的 要飞回北大啊 要飞到校园 他每天来一次 每次呢 就吃一条鱼 而且他吃的鱼呢 呃 往往都是有颜色的啊 就是 红的呀 金的呀 啊 所以他们跟我说啊 就是说在自然界 在淡水里面很少有彩色的鱼 啊 因为彩色的鱼呢 都被淘汰了 都被那个飞禽啊 被别的 呃 动物吃掉了 那为什么北大有这个彩色的鱼呢 啊 就是因为北大这个鱼是豢养的 啊 是 是人工 呃 人工这个 呃 放到这个水里面的呃 呃 养殖的鱼 呃 但即使是这样 这只灰罐 他永远是 找一条彩色的鱼啊 大家看这两张照片 呃 区别很大 是吧 呃 舒逸麻烦你再回去一下 我再讲一讲这个啊 对 就说这个 就是你在学校拍到的这个 卫明湖呢 或者你拍到的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湖水呢 他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形态 啊 就这么一种形态 你说他在这个 是是 你说你说这个形态 是吧 这肯定是 不是我们的理想啊 啊 上面漂浮着很多 呃 不能说是垃圾啊 他可能是北京春天 漂的那种柳絮啊 这这这这些东西 反正他不够让我们觉得 纯净啊 刚才呃 啊 书彧也谈到了我的摄影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安静 安 就静密啊 如果这个水面上漂浮的都是那些 花花草草的话 他肯定不够 他肯定不够静密是吧 哎 我要让他静密 我就要把它一点一点 可能要修 几个钟头 我拍摄一下可能是一百分之一秒 但是我要修这张片子的话 我可能要修几个钟头 四五个钟头 一点一点的啊 现在呃 呃 Photoshop还没有那么人工智能 所以必须要手手手手动来修复 然后把颜色调到我理想的那种那种绿啊 然后鱼的颜色 以至于这只灰罐的这个呃这个颜色 然后呢 这个翻美食鱼呢 呃在湖面上形成了一个倒影 好像是一个心形啊 呃 我觉得 必须带上这个翻美食鱼 否则呃 呃 你就交代不了他的地点了 对吧 你就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拍的 好吧 那下一张 好 嗯 太漂亮了 啊 谢谢谢谢 听你讲的这个我觉得更有意思 啊 那这这张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北大的一个叫这个花神庙 还是娘乐庙啊 就是它是实际上它也是圆明园的一个遗迹 它是从圆明园里面移到这个燕园的啊 它是一砍一把的这么移过来的啊 啊 移过来的啊 啊 所以呢 啊 呃 圆明园呢 也认为这个东西应该还给他啊 呃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吧 就是说 我们北大对于 因为元明元那边一让还 我们就觉得这是个宝贝 所以我们就对他就过分的这种呵护 大家看下一张图 你看 是这个吗 对 我拍到的照片实际上是这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上多了什么东西呢 除了这个花神庙以外 他实际上还多了北大 后来给他加上的栏杆 我们在学校上课的上学的时候 没有这个栏杆 对吧 这个栏杆 这个栏杆呢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这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小礼堂 就是办公楼的前面的两个华表 一会儿我再讲吧 就先讲这个花神庙吧 这个庙啊 这个庙呢 这个庙的这个小庙门 他用这个栏杆啊 把他拦起来了 他可能是出于 他可能是出于他的这个好心啊 保护啊 但是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如此高等学府的校园啊 里面你只要不要让别人去乱写啊乱画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做到 你作为一个这个保护 你恰恰是用了你的这种保护啊 也可以说是杀了我们的风景啊 非常杀风景啊 首先你低估了这个来北大向求学来北大生活的这些人的道德水准 其次呢 每一个人在拍摄这个花神庙的时候都要把这些栏杆拍拍进去 那你看我 我就要一点一点把它修掉啊 所以你再回到上上上上一张图啊 你再上一张那个那个黑白的啊 对这张 对 对这个修掉了 你看我要不说修掉大家可能没有意识 但是大家你看你通过对比 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两张图 给你的感觉完全就不一样 对吧 那么你修掉了以后呢 他这种就是你拍摄的主体和他的环境 以及和前面这个玩雪的这个小朋友 他的关系完全就不是你用那种冰冷的 那种栏杆把它拦起来 你能够达到的那种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摄影给 你拍到栏杆 你就给人不了以那种非常亲近的 非常和谐的感觉 后面两张那个滑表也是一样啊 那个书彧你把它放到滑表那一张 对他看到这个滑表 这个滑表呢 那个等一会啊 我现在没有看到啊 那我就说吧 这个滑表呢 实际上是上个礼拜 我刚刚去拍的啊 这两张片子呢 我没有修 我没有修 我没有修片子 我在拍这两张片子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就是为了今天 跟大家分享才拍这两张片子的啊 因为那时候我跟书彧已经 我们几个已经都在策划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 所以我当时顺手就拍了两张片子 我说给大家看一看啊 你看啊 这个两个滑表啊 首先呢 这个滑表呢 也是圆明园的一对文物啊 他跟北京图书馆就是在府右街 就是在北海旁边的那个老北京图书馆里面的两对滑表 都是出自于圆明园 而且还有一个小典故 大家觉得可能会觉得非常可笑啊 这一对滑表 就是北大的这一对滑表 他们俩本来根本就不是一对 啊 那个首都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的那一对 也不是一对 这个四个滑表 在他们被 拉到燕园和拉到这个首图的时候 他们被错点鸳鸯 也就是说 这个滑表的一只和首图的那一只 那应该是一对 而首图的另外一只和咱们另外一只应该是一对啊 这跟大家讲一个小典故啊 然后大家注意啊 这个滑表在我们上学的时候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滑表 立在草坪上 没有周围的那个白 汉白玉的那个栏杆 这个汉白玉的栏杆 本身就是狗尾序雕 因为它的材质 它的颜色 它的做工 远远赶不上当时皇家园林的 这一对滑表 你近处看那些细节 你就能看出来了 我用狗尾序雕 是一点不过分的 但即便是这样 即便是这样 我们也能容忍 但是后来啊 就在近几 近十 十来年 北大又给他加上了冰冷的铁栏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提醒人们进去摸一摸这个滑表吗 原来也没有人进去摸这个滑表啊 也没有人在滑表上刻东西啊 这是北大呀 这是北大的校园呢 他们怎么这么会低估这些学生和老师们呢 他们怎么这么会低估来北大参观的 来这儿 有点像这个朝拜天庭一样 来这儿膜拜的这些游客们的道德水平呢 他们怎么会这么肆意的去污染这个画面呢 好了 所以我们往下走 啊 啊 啊 好了 这个能看到吗 就是叫拆掉的是建筑 留下的是情怀 这也是北大的一个楼 对 看到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心 我们心 这就是我们所有这个男生心中的圣殿啊 就是我们的呃 老学生宿舍 而且这个学生宿舍呢 是三十一楼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以前住过三十一楼的美女们啊 我我我估计应该是有啊 那么这个座楼在要拆还没有拆的时候啊 要拆还没有拆的时候 我就呼吁啊 我作为校友 我就呼吁北大 我说能不能 你们拆完了这个楼以后 你们留一堵墙 然后把这堵墙 把这堵墙放在一个基座上 让它变成一个 有点像雕塑一样的一种展示 然后你告诉人们 这是1952年 我们北大 那个时候的 老宿舍啊 哎 大家看 这也是 这也是三十一楼 这是三十一楼的东北角啊 东北角 再往右手走呢 就是学武食堂那个位置 再往左手走呢 就到了三十一楼的正门啊 这个啊 还有下一张啊 所以还有下一张 还有下一张 这是里面楼梯 这里面 这是外面 还有下一张 还有下一张啊 里面啊 里面啊 里面这张大家看了可能就更有感觉了啊 尤其是住过三十一楼 还有那个 我们这里面有好几个 好几个女生 好几个女生 刚才我看到在chat里面都说 他们是三十一楼的 对对对 十十号 十号图片 这是十号 现在就是十号 这个呢 就是你进入三十一楼以后 你往右手走 它左右各有两个楼梯 我这个呢 是往右手的这个楼梯 这是我拍的 那么现在这三幅照片呢 我把它送给今天啊 所有住过三十一楼的女神们啊 我把它送给你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 你的对面就是二十八楼 二十八楼就是我住的那个楼 就是这个楼已经不复存在了 后来呢 这个北大也没有听取我的这个建议 愣是把它拆了 而且把所有的砖呢 就作为垃圾就扔掉 我呢 我就跟那个校友会 当时那个张向英老师 张向英老师呢 是我们现任的校长 公校长的夫人 张向英老师呢 是八四法律的 他的老公呢 是公校长 是现任的北大校长 当时呢 他是在校友会主事 我呢 就通过他 就抢救了大概五百块 五百 五百块三十一楼的楼砖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纪念品 这个纪念品呢 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库存 我今天跟大家提这个事呢 不是让大家去买 就是大家知道啊 就是三十一楼 还有这么一点点念想 除了我的照片以外 还有一些楼砖 啊 藏在这个校友会的仓库里 啊 好了 我们往下看吧 嗯 对我这关系七七级的里头 我们保 我们班同学保留了 几十块这个三十块楼的砖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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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现在得赶快回到 我一直一激动 结果把 把你那个什么 往下 往下走 往下走 在这里 能看到这个吗 嗯 哎 要不然那个书彧 你就放这个也行 你这不是 你放这个 啊 这个 你就放这个三角地吧 现在就是这个 三角地 你用这个吧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为大家拍摄的 我们当时 我们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心灵的 呃 雇员 或者心灵的一个起点吧 就是我们那个三角地啊 呃 当时我们在三角地八十年代的时候 啊 贴着有各种的这个通知啊 都是什么哲学 美学讲座呀 美学讲座呀 诗歌朗诵啊 是吧 都是这些什么走向未来从出啊 在那售卖啊等等啊 呃 但是呢 现在呢 不仅这个没有这样的场景了 而且三角地也不复存在了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学校 他们当时在 在这个呃 改造呃 校园的时候 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怎么能够啊 就这些学校的这些这些部门啊 他们怎么能够就这么轻易的 就把我们几代啊 北大人心灵的啊 啊 啊 这种 这种啊 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热点中的热点啊 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啊 就这个啊 就这张啊 我实在是拍不下来了 因为没有了 没有了 嗯 嗯 啊 呃 以至于呢 我们有一位那个师妹啊 八七日语的啊 师妹啊 叫李莹的 他呢 在这个大讲堂里 他捐赠了呃 一笔钱啊 他把大讲堂的一个多工能厅给改造了 然后他把多工能厅改造成一个 全部是由三角形组成的这么一个 装修的这么一个风格 他说我心里永远想的就是三角地啊 可惜今天我忘了把他那张图拿上来分享了 呃 我那个日历里面有啊 他说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眼啊 好了 嗯 那个 那就下一张吧 下一张是这个石鱼的 是啊 是啊 对 啊 对 就是石鱼和那个塔 和布亚塔 好 大家看啊 大家看这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我照的是 是有 是有我的目的的啊 当然了 北大的这些 呃 心存善念的啊 这些校工 他们可能是为了保护 这条鱼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正好是一个象征啊 象征着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学术 我们的 在校园内的生活 是受到了某种的禁锢 我想这是太好的一个 呃 一个镜头了 啊 你平时你还猜不到啊 只有在这个呃 湖面上动兵的时候 怕游人呃 接触到这个翻美食鱼 他就用一个罩子 把它罩起来 啊 海阔 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魏冥湖 不是个海洋吗 对吧 好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 最后我们回到 最后一张吧 我就结束了 对 最后 你 印白师兄的这个 他 经过他来 创造 在我看来 这个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这个创造的过程 就是说 你不接受现实 你没有办法接受现实的过程中 你把你自己 心中的那种理想 你认为的 理想的状况 然后给它 表现出来 就是你对现实的改造 我觉得这个才是 艺术的最高的 就是说 艺术不可能仅仅是模仿 像我们来说 这种现实主义的那种 模仿的东西 那没有什么 我们就去看现实就好了 我们就去接受现实就好了 而艺术 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改造 对现实的再创造 告诉我们 我们希望 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 对吗 那这一点 就正是你刚才说的 你为什么 我也特别感谢这个 印白师兄 因为在这之前 我没有 我真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 我只是简单的 把我的主题说了 然后印白师兄说 我会想一想 我那个用我的摄影作品 我只知道这一些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 真是太感人了 特别特别感人 虽然我不是住在31楼 但是我看到好几个31楼的朋友 这个校友都在那里 就是说他们也希望能够留住你的那几张照片 我回头呢 我会在我们北大的 就是咱们这几个平台 把你的照片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把这几张照片传给他们 比如说大家可以到时候 可以在那些平台里 把这个照片拿到 除了这一个之后呢 另外我就觉得 你说的特别好的 就是关于这个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 当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现实 或我们对现实感觉到非常的不满 但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 用无助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通过艺术 来把我们的心里想要做的 心里想说的这些东西 来表达出来 所以我刚才我觉得你就是通过非常具体的这个作品 和你自己的当时的这种想法 给我们就做了非常非常好的阐释 真是特别感谢您 今天呢 我本来呢 我就说这么多吧 那个书彧你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好吧 时间一起 行 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本来我是计划着说 我们有个互动环节 就是他们这几位嘉宾和我来我们 讨论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刚才呢 实际上咱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已经做了这些 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互动 而且我们时间呢 现在也不早了 在美东的话都已经快 快12点了 快11点多了 所以我想呢 我们就现在就直接切入这个 最后的这个和听众互动的 就是Q&A 就是问答部分 听众互动部分 李谦诗姐 你能够把这个大家的那个麦克风打开吗 这样的话 如果有人想要问问题 就可以直接直接问问 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省序 这个在chatbox来写这个麻烦了 直接来您要是有问题的话 请举手 然后用那个举手功能 然后呢 我们就让您来讲 你就可以把你的麦克风 直接对着麦克风来讲 好不好 现在能听到吗 就你们如果能听到的话 你们现在有问题的话 可以各种分享 除了不一定是问问题啊 也许可以 可能接着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话 或者你对哪一些刚才的一些发言 有感想的话 都欢迎大家来讲 好吗 大家可以自己把麦克风打开 你可以先报一下名字 好不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先报一下名字 然后再讲 那有一点我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呢 是书香阁帮做的 然后呢 大家都有 我们一般的做法 就是每一次讲座都要录下来 录下来 然后呢 放在在国外呢 放在YouTube上面 在国内呢 这个Bilibili 就是B站上面 所以你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的话呢 你要发言的话呢 你有可能您的这个 就不是有可能 就是您的这个是录下来的 会放在 放在公共空间的 请您记住这个事情 好 我看到了 大洋 大洋你来讲 Max Young 听到了吗 大洋 对你的麦克风 把你的麦克风削一下 ask to unmute OK 现在可以了 刚才你准备把他打开 刚才李英白师兄在这里 我先 对不起 我家狗 我们家狗 请原谅一下 因为我看了一下李英白师兄这些照片 不是从今天呢 当在群里面第一次看到李英白师兄这些未明乎的照片的时候 我就感到很震惊 因为呢 从离开北大开始 我就一直在写 北大这么好的那个校园 烟园 应该有相应的照片 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 就说能够配得上这个烟园的照片 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每年都有些明信片 对 那些明信片确实拍的是非常的那个名利 非常炫利 可是我们玩过这个单反相机的人都知道 明信片是什么意思 明信片就是说 这个照片是没有任何内行和深度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一直期待有一种烟园的这样的照片 这次 也不是这次 在去年的时候 我看到李英白师兄这个照片 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想要的照片 实际上呢 在大学的时候 我也在大学里面 校园里拍了不几照片 那时候你说三角地 三角地拍的一些发动照片当中 有很多就是我 发的广告 什么广告呢 星期天问名湖边给大家拍照 拍照呢 拍完以后 我洗好以后 去我的宿舍取照片 所以在问名湖边 我是拿着照相机 在那里 每一个星期天差不多都在那转悠着的 对 所以今天这个讲座 听到李英白师兄亲口讲出这些故事 我非常非常的感慨 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非常非常的震惊 那么还有一点跟李英白师兄比较共同的地方 就是对燕园 对燕京大学和我们作为北大人 对燕京大学所一种 一种愧疚的地方 我们所欠他们的地方 这就是在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完全不知道燕园跟燕京大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不知道北大跟燕京大学的关系 这点在一直到我们三十年大聚的时候 我才去了解了一下这些方面的知识 然后我就深深觉得我们北大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不够 可能百年以后再千年以后 这些事情会感兴趣 这就是在燕园这个世界上 我跟您应该始终有不同的地方 说这一点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大杨的分享 大杨是我们八四级的校友 他在温哥华 所以我也稍微了解他一些 他也是以史外户外摄影 在我们那边很有名 尤其是北极光 北极光的摄影也是非常美的 精美的绝伦 我自己还保存了几副呢 对很高兴 很高兴你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下面一位呢 稍等一会 虽然你提到的话 我就再讲两句 就是爱好摄影 但是我跟林白世纪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一种很艺术性的摄影 所以他对摄影的了解比我要深得多 我所谓的摄影 我无非是拿相机去记录这些 你看我刚刚把后面的照片背景换成 一张激光照片 我记录的是那些天象和自然当中 比较反见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发掘它当中的这个艺术性的内涵 所以 大自然本身的那个艺术美 你给它capture了 给它捕获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做 我们就是看到你的那些 你的那些照片 真是感觉 也是本身就是为这个自然的美 自然本身的美 这个当然是和林白 用他心中的那种 用他心中的美来给燕源流影 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下面我们还有一位李大兴 这是李大兴师兄吗 是你吗 是的 那太好了 您来 欢迎欢迎 下面轮到您 您来讲 谢谢大家 我是80 历史系80级李大兴 今天的讲座 首先非常精彩 我非常遗憾的是 这个讲座一开始 这个书与师妹的 这个上线100人就达到了 我知道这个Tina在讲的时候 才能够进来 所以没有 miss掉这个洛冰的 对 特别遗憾 因为洛冰跟我早就连了微信 洛冰师弟 然后我听过他好多首歌 一直想听听他讲 结果今天没有听成 不过后面二位真的是 讲得很感人也很精彩 首先我特别赞成书彧讲的 就是说关于这个艺术的原创性 那么我也想说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 不管他对于文学 对于艺术 对于人生 有什么样的理解 当我们渐渐老去的时候 我非常觉得 作为我们这一代80 8080年代的北大校友 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记录下自己的生活 只要是真实就是有价值的 只要是个人的就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个人生活 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也是我们所经历的 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是首先我对Tina师妹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感受 那么大家都跟我一样 这个印白师弟 也是和我早就连着微信 然后我记得我们在北京的某次校友的聚会上 曾经有过一次匆匆的见面 但是可能就打了个招呼 但是他的微信的朋友圈和他的这个作品 我偶尔也会就是说看一下 那么他刚才给我讲的这些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第一就是31楼 当年我们都知道31楼是我们这个女生的楼 是我们这个男生都很向往的楼 我虽然在北大只待了半年 但是我去31楼的次数 大概比我去其他任何一栋宿舍楼的次数都多 那么这种中间的故事 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公开分享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艳元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 关于艳元和这个北大 我呢跟刚才大洋不一样 我呢从小就知道 因为我的母亲 我妈妈她是燕京大学历史系 我是北大历史系 那么艳元和北大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北大历史系的办公室 是在静园二院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年燕京大学 静园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 然后我母亲呢正巧 她大学时代的女生宿舍 就是后来历史系和国政系的办公室 静园的二院 我一上大学的第二个星期还是多久 然后呢我母亲几十年没有去过艳元 然后呢她就和我一起 去了一趟历史系办公室 历史系那个地方 去寻找她当年的故居 那么后来发现 她的故居很不幸 变成了历史系办公室的储藏室 一把铁将军靶门 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也是一种隐喻 象征着艳元和北大的一种命运的因缘 那么更不用讲三角地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有意或者无意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正在消失之中 我有的时候和90后和80后 有时候了解我们少年时的经历 他们已经完全陌生与不能理解 而且这里边有的是我们的校友 我们在北大的这个美国的 比如说我原来在芝加哥 芝加哥的校友会那边的时候呢 我们是老校友和年轻校友互动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呢一谈起往事 一谈起80年代末 就会发生很大的争执 或者说发生一种代沟 发生一种理解的格模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 我并不觉得我们就更好 也不是说他们 因为他们也都非常的优秀 可以说我们北大的 北大我一直说嘛 北大的这个怎么说呢 我一般不对我们的这个历届的校领导 予以任何评论 那么北大至少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在北大上 这个学生 北大学生一向都是全国最好的学生 而且也确确实实 很多人是非常优秀的 可是在北大历史的断层 历史的格模已经形成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其实在这个时代 无论像Tina那样 遇到个人的病痛 还是说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工作中 在生活中 就算是非常顺粹 可是有的时候就像硬白讲的 想起我们所处的时代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很大的无力感 这种无力感 无力感总在发生 那么我一直说 当你面对一个世界的时候 你如何克服你自己内心中的这种悲哀和无力感呢 其实我觉得文学和艺术真正是平复我们内心的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个避难所 也可以说是一种方式 是你更加积极和有意度过自己生命的方式 这就是我想今天向大家报告的刚才听的一点心得 谢谢书彧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李师兄 李师兄也说实在的 他是我一直是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人 因为我记得我对黑胶唱片的启蒙 就是李大兴师兄的很早以前的一篇小文 但是他应该我想在这里面的很多人大概也知道 他是一直不断地在写各种各样的讨论艺术 讨讨论音乐 还有讨论历史的这些作品 而且这些作品都写得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本身呢 我知道他以前也在芝加哥的时候 也有主持一系列的这种艺术讲座 可能我是没有机会听到 但是我知道他很多朋友都受他的影响 而且是你读他的作品的 所以非常高兴您今天刚才跟我们分享的 尤其最后说到非常好 就是说艺术是帮在我们某些时刻 困难的时刻 还有感觉到无力无助的时刻 可能是作为一种逃避 要说不好消极一点是逃避 但是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想就这一点 就是真的是我个人就是在 刚才我在讲了我们三个平台 其中有一个平台就是暗恋桃花源 就是我自己拉起的一个艺文群 就是一个文学艺术群 当时很多人还说你这个什么 对政治不关心 也不讲风花血液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看法是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很多政治已经没有办法 让我们生活的平静 而且不断的扰乱我们的头脑 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背过去 我只能够去做 我认为能够让我心灵 能够安静的东西 那这一点我想 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非常正常的 我在这里也是想要把我自己的 对艺术的看法和我们现实生活的 这种关系 尤其我们目前的一些处境 一些感慨来做一点说明吧 下面我在看还有一个叫童 叫童的朋友 他也举手了 童师兄 好吗 因为刚才大兴讲 我才有点兴趣 是童师兄 我是中文系七七级的李童 我跟李大兴在芝加哥见过一面 我就这么一面之缘 我还是比较敬佩他的 虽然他比我要小 但是我知道他的那个散文的 写的散文 写的历史回忆的散文和他这个 包括歌唱音乐方面 都是有很比较杰出的成就的 我是比较佩服他的 而且后来我也跟他说过 我写的这个 跟洪雪有关的这本书 因为我跟他交流过 关于冯夕翁先生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跟冯夕翁比较熟 他父亲和冯夕翁就 人大的这个老师嘛 比较熟 所以我跟他交流过这个情况 我现在想 我想插一句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整个疫情之间的 期间的这个 这种自我疗愈的办法 就是我写这本书 我写这本书 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 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想办法出版 终于现在在国内出不了 我现在自己在北美出了 我现在我想要说几句呢 就是我下一次 就是一周以后这个时间呢 就是我来讲这个 我出这本书的这个 这个过程 我的一些体会 一些经验 我很对不起呢 就是书归这次安排呢 是四次的一个连续的系列节目 被我在中间插了一杠子 我为什么插了一杠子呢 是我在大概两三个月以前 我就跟这个主持人 定的这个时间 就很对不起呢 我正好插在这 我也不好改了 不是不是 那一周之后就是我 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系列呢 正好我就借着您的话说一下 我们这个系列呢 是因为是用三个同台 邀请三个平台 一起来做的哈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影响吧 那个书香阁呢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 不是只是因为我是在加拿大哈 我是加拿大的那个北大校友 它是非常棒的一群人 来做义工来组织的这么一个 从读书会发展出来的这个系列讲座 它几乎每周或每两周都有一次 而且呢 从开始做海报到决定这个 选定这个讲座的主题 选定讲座的嘉宾 然后到最后录播放上网上 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但是我在这里呢 也想要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下 而且呢 要特别感谢 这一次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从张员师弟 学弟给我们做这个海报 到你看今天看到李倩师姐 她刚刚从德国回来 刚刚下飞机 然后她就直接就给我们做这个技术支持 就是没有他们的 还有后面那个昆尼 还有那个徐伟雄 这些人都在后面帮助我 来筹划这个活动 我觉得没有他们的知识 这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问候的人 我觉得他们是才非常了不起 刚才借着李同师兄说的呢 他们是因为我们是隔两周一次 所以中间这个就下一周 是李同师兄的 在北美出书这么一个讲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来听 和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冲突 也没有什么的 您太客气了 是这样 你继续讲还有其他的需要讲吗 可能很多人一听说红学这就烦了 因为现在的红学已经不是什么好词 比较有点过度了 我其实我讲的一个不是红学 我成本这本书写了70万字 我讲的不是红学 我讲的是以红学为线索来讲 这个现当在这些红学家们 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包括学术和这个政治背景 包括时代背景的关系 红学和时代背景的关系 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 实际上讲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这个书要在北美出 就是下周呢 希望大兴和这个有兴趣的 这校友们都来 也能够参加这个活动来听一听 还在这个同样的地方 听上去很有意思 比较有特点的 现在红学的书也出了很多 但是我听上去 以红师兄的这本书也非常有特点的 而且是在北美出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支持 那还有其他 书与我稍微回应一下这个李从师兄 就回应了 好 好 就是我想刚才李从师兄自己 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讲的不是红学 而是红学的历史 这个红学史是反映 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比方说他为什么要进入红学 很多人进入红学 当年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在当时所处的时代 他不得已的一种逃避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 还有就是说 红学的某种意义跟鲁学一样 说的不客气 也算是一坑 这坑进去了以后 我一直不知道 对于这些非常有才华 非常优秀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来 究竟是祸是福 是不是他们如果不从事红学 能有更大的成就 这是我的一直的一个疑问 我那个李从师兄的书 我稍微看过一点 真的写得非常好 我也向大家非常强力的推荐 李从师兄 我现在在上海 我最近一直在国内工作 在上海 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 虽然我在上海 又变得生活工作很忙碌 但是对于我说来 像今天这样的周末 能够有这样一个讲座 或者像昨天早晨 我自己坐在 孤独的坐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写了一首诗 这些东西本身就是 对我自己此时此刻人生的一种慰藉 谢谢大家 对 对太好了 看来您找到一个知音了 首先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位知音 你看他对您的那个作品的那个理解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我一周以后就又要去芝加哥 不是超过一周 一周我讲这个 然后我就又要去芝加哥 还去我们上次认识 那个地方的那个朋友家 这个可惜你不在了 很遗憾 我现在在洛杉矶和上海了 而且替我问候他们 我一直很关注他们的情况 我也不敢去问 因为他们的病况我也不了解 你不太好 我知道的 我知道 谢谢李同师兄 你们以后可以在这种虚拟空间可以见面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大星师兄讲的 这些时刻 这种他一个人独处来写诗的时刻 或者是我们大家一起交流 讲艺术对我们意味什么的这种时刻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即使是很短的 可是我们在周末的有一点时间 可能好不容易挤出来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心灵 给我们自己心灵一个呼吸的空间的这么一个时刻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其他的朋友 听众朋友我没有看到的吗 你们可以自己就把麦克风打开 然后来讲 有没有其他人还想要再回应一下 或者想说点什么的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现在已经差一刻在 就是美东时间就到 子夜 十二点了 所以我也想就最后呢 就说两句总结 一个呢就是说 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讲座呢 是一个系列的讲座的第一期 下面这 下面的就是两周以后 两周以后 四月一号二号的时候 是有我们的第二期叫 在身体中通过在身体中疗愈 这个呢主要是讲 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身体的实践 舞蹈啊 瑜伽呀 还有证念冥想这些 来也是来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 其实疗愈这个词 它在很大的程度上 它是建立在这个身心灵 就身体 physical 心 mental 还有灵 spiritual 就是你的精神 这几个方面 它是一个有机合一的 这个概念之上的 那其实 刚才很多人都已经 刚才都在说了 他们尤其是Tina在讲到 身体的一些创伤 其实它在疗愈的时候 它是和你的心灵 和你的精神上 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的 其实个人 所以呢我们在讲 我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呢 其实更多的强调 后面的就是这个心灵 和精神上的 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 这个方面的 那第二次呢 是讲身体 我们怎么样 但是我们的身体实践 怎么样能帮助我们 达到这种心灵 和精神上的 这个疗愈的提升 我们邀请了 这个北京现代舞团的 艺术总监 高院精子 她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女性 一个艺术家 她在移情期间帮助大家 开了很多这种 现代舞课堂 她来 还有一位是 崔平老师 她原来也是在 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 教授 她个人呢 但她现在 就很多年了 也不是现在啊 她是一个 也是一个舞蹈爱好者 而且实践者 一直在坚持 在跳舞 她对舞蹈的理解 我觉得也非常棒 还有一位做 坚持做正业冥想 这个培训的 一位朋友 在温哥华的朋友 李婷 我目前邀请的是 这三位 她来跟我们 这三位来跟我们 分享怎么样 通过身体 来疗愈 我知道有大量的 女性 朋友 其实是都在进行 这些实践的 男性的肯定也有 但是我知道 目前情况 是这样的 那希望你们 能够来参加 跟我们一起 来分享你的经验 然后第三次呢 也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是在自然中 表育 这个自然呢 是就指的 我们这个大自然 我们这个也是很清楚 很多人可能也都有 自己的 自己的这方面的经验 在自然中 来进行疗愈 最后一次呢 是在公益中 疗愈 在公益 就是公益活动 做一些 帮助他人的事情 不管你是个人的 还是参加集体的 我们在公益中 疗愈 这一共是 我们这四次 希望今天来的朋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还继续参加 然后呢 也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呢 跟大家 跟你的 你周围的人 或你所在的这个群啊 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我们还是同样用这个 这个云视频 或者是zoom meeting的形式 有可能下一次呢 我们会 因为今天 刚才李大兴 也讲了 他没有办法进来 我们只有100个人 就是目前的这个 只有100个人 我下一次呢 可能可能会用 我自己的账号 我在大学里的账号 我们会有300人的 所以大家关注的时候 就是注意一下 这个和我们可能会用 对启动一个新的 ID和 和 和那个classcode 但是还是会用这个 zoom meeting的形式 最后呢 我就想 再一次的感谢 能帮助我们 这次系列讨论 这个讨论系列 其他的幕后的人 包括刚才我讲的 树香阁的几位志愿者 他们也都是北大的校友 而且不仅仅是做 我们这个事情 一直做了两年 很多其他的一些 非常棒的讲座 还有呢 就是我们巴斯 巴斯学堂的组织者 罗欣 罗欣也是我们的名人 大家都知道 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做了非常多的 这种公益的 这种北大校友之间的 一些活动 这一次他也是帮助我们 来宣传 来主持这个活动的 他自己在第四次 公益那次讲座 他也是一个嘉宾 这个要谢谢 谢谢罗欣 然后我最后呢 就想要谢谢我的 在暗恋桃花园的 这些群友 这个实际上 我们是在2020年10月份 组织的这个群 说实在的 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我一直认为 他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我建立一个 我自己的和 这个都是我在世界各地的 一些朋友 在不同的地方 朋友不都是北大的 但是呢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我们对艺术 对文学 有兴趣 而且希望能够在这里 找到其他的同行者 或者是能愿意一起分享的人的 这些朋友 也谢谢你们 这几年的陪伴 那我现在呢 我想基本上我们就 暂时先说再见 然后两个星期后 希望能够见到你们 好吗 谢谢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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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